好火腿 紅茶 不是火腿啦 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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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桑林營養師 桑林營養師 我是營養師的阿嬤 我很安 只要看小姐再來上班了喔 大家好 今天又是一個很輕鬆的企劃喔 今天又不用煮了 哇 太棒了 今天我們要來喝飲料 營養師也可以喝飲料喔 營養師也是冷的阿 也是需要喝飲料阿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喔 我們全台灣最有名的 明星商品的熱量分享 不過那個飲料喔 它的熱量很高耶 像它有糖分的人 它有控制好 但是如果喝太多糖就再拼起來了 當然啦 如果你是喝這種精緻糖比較高的 當然血糖一下就比較高 但其實有一些它的強項不一定是熱量很高的 然後我今天就是會幫大家挑選喔 就是每一間店他們最熱門的明星商品出來 給你們喝看看 給阿嬤喝看看 今天要來喝飲料啦 我都不煮 我最開心就對了 好想喔 太棒了 妳要打運送喔 好啊 那我們今天點的方式喔 我都會點這個半糖去冰 不是無糖去冰嗎 沒有啦 妳有些東西無糖不吃那麼好喝喔 對 珍珠奶糖無糖 你能想真的很難喝我 我吼 為了說要減肥 很想喝就喝五糖 我告訴你一杯喝不完 但是有一些它是黃金比例 你就沒辦法做調整 因為一般我們現在點飲料 是不是都可以少糖 三分糖 這樣有差別嗎 比如說全糖 半糖 當然有差別啊 像是全糖一般來講就是50公克的精緻糖 那50公克的糖就有兩杯糖 幫你們準備好了 吃多少 就是10顆方糖差不多就這樣 好啊 這樣喔 全糖就這一杯 我就一杯就喝這些喔 就兩百茶而已 那妳一般選半糖大概是這裡 也這麼多喔 25公克 這就是我們的糖量 那如果你裡面是有一些 比如說波霸啊 珍珠啊 椰果啊 它的熱量要再往上加 甚至裡面可能就有一些芋頭 所以是鮮奶 那熱量就會往上再飄一點 你這樣讓我看我好像不敢喝耶 一樣一杯這樣耶 一杯全糖的就是這樣 不然我們現在的人喔 很多人有糖而已 而且他們一般的飲料店都是果糖 果糖的話吸收又更快 那如果說我真的贏的糖呢 比如說我用那種荷莎啦 冰糖啦 吸收比較慢嗎 一樣啊 什麼啊 你又說不一樣 沒有啦 果糖更快啦 那個吸收慢一點啦 但是關鍵還是在你的總量 阿嬤都是吃很甜耶 台南人他煮飯 煮飯也要長頭 沒有啦 他煮菜啦 阿嬤你知道嗎 音樂的糖就那麼多耶 你知道嗎 一杯就這樣 一杯喔 就才會糖耶 沒有那麼多啦 對那麼多啦 人家的計算出來耶 這樣喔 對啊 來 第一杯來看多少糖 第十名就是我們的 珍珠丹 黑糖珍珠鮮奶 黑糖珍珠喔 這個是他們的招牌啊 還有裡面加黑糖 還有珍珠喔 還有鮮奶 所以第十名是熱量最高的 對 這個是熱量最高的 它這一杯的話就有 將近六百大卡 五百七十七卡 你不是這杯而已啊 還沒吃一個便當這樣 對 這樣你就都不能再吃雞湯了 真的超亮的 像這個一百CC 都接近九十卡 一百CC的話 一杯就那個好不好 現在是半糖啦 半糖的量大概是這樣 就是他的這樣會量 好啊來喝看看 今天營養師的腳車就是 提供資訊不說教 就是資訊給你們 你們自己做決定 可以嗎 你幫他一下 可以喔 他們就是不常喝飲料的 你就大了 炒下去就對了 真的喔 阿嬤輸一下 阿嬤輸一下 你輸到我大腿喔 阿嬤妳要泡溫爽喔 一分到十分妳要說 阿君就不錯吃 哈哈哈哈哈哈 炸料有頭 炸料有頭喔 好香喔 金豬炸料有夠 這樣不夠甜啦 要叫乾糖 這樣不夠甜啦 這樣不夠 這樣不夠甜啦 這樣不夠甜啦 一定要這樣才會更甜 不要再浸下去 這樣跟他剛好吃 這個黑糖一夾的那種 阿嬤這杯你會幾分 一分到十分喔 對 這杯就九分了 這一杯就九分了 這一杯好 這金豬炸料有甜 對我的話 你既然要喝了 你就給他全卡 全卡 就給他進風 吹到底 800卡 直接下去了 然後呢 你就 晚餐那一餐 你就忍下來就好 可能也不夠 哈哈哈哈 給他講到公司吧 這樣已經夠甜啊 森桌裡面也有甜耶 甘茶的喔 不是 今天沒有甘茶 今天沒有甘茶 這是乾杯的喔 絕代雙Q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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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三種 珍珠玉圓還有薯的 因為其實我真的很少喝飲料 這個熱量差不多有 五百六十卡 那我都差不多 因為它都是珍珠底的 那我們來喝看看 阿嬤今天鮮糖就要飄高了 阿嬤你剛剛可以喝一口而已喔 我知道啦 你少喝一口而已 阿嬤 這杯比較甜 你會怕貴粉 這個比較薄 5分啦 5分 5分 欸這是很有名的耶 比較潤啦 嗯 嗯 烏龜還不錯 它的茶味比較重 也不錯耶 也好吃啦 那現在就是進入我們的 第八名 它很有名的就是這個 明星商品 紅豆還有昏桂鮮奶 紅豆還有昏桂鮮奶 對啊 它這個是萬丹紅豆 它有兩個甜度啦 一個是全糖 然後這是微甜 微甜的熱量比較低 大概三百八十卡 全糖的話 它就大概可能要五百多卡 這個來喝看看 紅豆粉粿 紅豆粉粿啊 還有牛奶 好了啦 你喝什麼大口 萬波有另外一塊 還是什麼 養肢甘露 那這個也是半糖去冰 那像這個七百CC的話 大概也是五百三十卡 養肢甘露 你會不會用短的 這樣啊 對啊 連營飲料就不會這樣 不是這樣 這樣子 營養肢連喝飲料就都不會 一顆一顆一顆 好 要這樣喔 粿不錯吃 你給它粿粉 這差不多六分喔 這也不錯吃啦 好喝喔 這會粿粿好吃 用多少 粿糖啊 粿糖就這麼甜耶 我吃這麼甜啦 它粿啊 粿糖不夠 紅豆 你看 這會粿粿Q 粿也不錯 好耶 粿質感好 這氣味 氣味也好 這不錯喔 這兩顆就是裡面很有名的 最品牌 這也好 那也好喝耶 這不好啦 切粉嘛 兩杯豆很好喝啦 加了紅豆還有粉粿 這些熱量都會稍微高一些 那這個也是 它裡面很多料 這種小珍珠還有西米露 然後這些都是會增加你熱量的一個來源 你知道迷克現在最有名的是什麼嗎 對 也是珍珠奶茶 不是 就是我們的芋頭鮮奶 這樣一杯大概是四百多卡 四百六十卡左右 它的芋頭鮮滿是大峽芋頭 裡面又加鮮奶 它真的是很好喝喔 來 回給你們喝喝看 芋頭鮮奶喔 阿嬤 這杯你要喝喝看 這杯很厲害 它是蚵仔跟牛奶喔 比較小一點要倒倒 然後沒有一箱就吞進去會沾到 為什麼 芋頭刷刷啦 那焗不爛啦 不是 阿嬤 阿嬤很老實的 我告訴你 牙齒比較好 對 牙齒比較不好 牙齒比較不好 所以它比較適合吃軟一點 對 這個要不要夾到 因為這個就比較甜喔 比較甜 因為這個是甜度 它好吃啦 這芋頭要用這個去咬給爛 它會吹乾淨下去 它那個乾淨的整腳 整圓的啦 那一個乾淨的 那一個乾淨的 差不多三分喔 讓我減一下 不是 阿嬤的牙口比較不好 所以它有一點 你們只能聽聽就好喔 告訴你 這是個人意見 對不代表本堂 那這個米克像它的熱量 它就是 因為它甜度 是沒辦法做調整 它甜度是固定的 那它這樣大杯700cc 這差不多有460卡 那也還好啊 那是氣味是不錯啦 那芋頭很香 那阿嬤的也是喜歡 芋頭很綿密 很嫩的那種 再來就是我們的第六名 就是我們的青圓 芋圓 他們的明星上面 你知道是什麼嗎 芋頭的 這一個紫玉波波紗 紫色的芋頭啦 對 那這個它的甜度跟冰塊 是沒辦法做調整 它就是所謂的 黃金比例固定就是這樣 那這樣一杯 大杯的660cc大概400卡多 這這樣這麼大杯才400卡 那這樣 那這樣 對啊 那個一杯這樣就580了耶 阿嬤一杯而已喔 你怕你好像飲料喔 喝十幾斤耶 好啊 你喝得飽水 這斤好喝嗎 好啊 這薑碧玉頭還要吃 這也是芋頭啊 這1分跟10分你太多分 這都破片了 然後5分 這也5分喔 那麵頭還要得這麼好啊 這比剛剛還要再低一點 所以你們喝飲料 一定要有一個聰明的合法 像滿江一杯 不是不能喝 你就三個人平分這一杯啦 三個人喝 這都破片了 那杯黑糖的最好 欸這個也很好喝啊 對啊 他們的 太好吃了啦 那5分這不行吧 阿嬤的平分標準就是 有沒有爛 有爛就是它得分的關鍵 對啊 妳是喝太多嗎 好像啪啪啪 好像嗤吃而已 我都嗅一嗅 嗅一嗅 百香雙響泡 百香喔 不是百香果 對 裡面有百香果 百香果啊 百香果裡面其實是有一些膳食纖維 那我今天點的也是半糖去餅 百香果 那雙響泡裡面就是有珍珠跟椰果 這樣大概 椰果是比較不會胖的那一種嗎 也會喔 椰果是有蜜糖的 所以這個大概有370咖左右 好 來 妳試喝 其實我們知道喝飲料的話當然就是 越輕熱量越低 這百香果我吃得不吃 我自己在吃的 蛤蜊有種過所以妳沒辦法得分 這個軟軟軟 這個白白那個不知道是什麼 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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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幾分 五分啊 平均這樣 沒有 再來是我們的第四名 就是我們的馬骨茶房 欸 它也是很有名 它羊汁甘露也很厲害 真的喔 但是妳是季節所以買不到 但是還有另外一款也很厲害 妳說的那名我都不聽過 柳橙果蜜茶就這一杯 這一杯大概是250大堂 喔 這樣這個還可以 是不是還好 因為看越輕鬆 唉唷 這些都很方便 妳剛才沒喝 聽就知道了 妳剛才沒喝了 妳還滴到 妳看 酸油油 半醋 沒有酸沒有味 因為這是半糖 所以說妳叫阿嬤來做冰箱 妳也不會出去了 我會不會被打 不便 它也沒有酸 都沒有那個 剛才說 沒有都沒有酸 沒有味 沒有酸味 沒有酸味 對啦 阿嬤算老頭啦 我跟你說 我覺得滿清香的 它也有那個果粒的 因為最主要喔 它清淡一點 當然熱量 它就低一點 這是一定的嘛 這種東西 我們剛剛同地食民 只要喝過來 妳覺得越喝越淡 越喝越淡 對 越喝越淡 這一定的嘛 阿嬤這你打幾分 一分到十分 這個幾分 這也差不多三四分 真 所以說妳看它熱量低 它就是 白香蝦 我在打的比它更高 好 阿嬤不少成分的啦 自己煮的都沒吃 贏贏贏贏 清新浮全 清新浮全 你應該聽過吧 這是什麼味道 對 優多綠茶 就是我們的多多綠 他們的養樂多 對 養樂多咖哩茶 那這樣一杯大杯 大概是220卡 這樣 你自己這個 好 熱量就會高很多 這氣味又不錯 這氣味又不錯 這也是 有味啦 有味 絕不夠甜對不對 蜜蜜很少在喝啊 很清香啊 很清香 它當然它的熱量就低啊 這大概220卡 這給妳差不多4分啦 妳不是說不錯 還這麼長 不錯啦差不多啦 所以妳看熱量低的 分數就低 這是一定的 它的不錯就是差不多 再來是我們的第二名 就是我們的五十欄 明星商品就是這個 一號四季春家 曾波爺 曾波爺 珍珠還有波爺 野果 那也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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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杯差不多是230卡上下 有珍珠 為什麼熱量還那麼低 因為它的四季春的熱量很低啊 我們這次是用半桶 它如果用五糖配這些料 一定是還好 妳一定吃不下去 妳一定吃不下去 好了 妳輸得多餐 有大珍珠跟小珍珠 但其實它還有另外一款 也是它的精靈上面 這個是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冰淇淋紅茶 冰淇淋紅茶 因為它是有點融化 所以變奶茶 那這一樣一杯 也是大概230卡上 加冰淇淋 熱量還那麼低喔 它是鮮奶還是用奶粉的 冰淇淋紅茶沒有鮮奶 曾波爺怎麼樣 十分你給它幾回 差不多 十分至四分喔 阿嬤的評分好嚴格 一碗都好 我知道了 氣味不錯喔 氣味不錯喔 這個 沒有 這個氣味好 來 香 香喔 好 香喔 這很好喝好不好 它有這支湯很好喝耶 對 它有一個 我就吃到 拌不起來了 阿這妳要不要跟她說 這分數 這差不多啦 這比較香 這才要四分 四分 好嚴格 才要嚴格 好香啦 再來就是我們的第一名 現在很夯的一間店 叫做可不可 可不可喔 妳有聽過嗎 我不要聽過 我也是一拍 可不可 熟成紅茶 好火腿 紅茶 不是我腿啦 熟成 喔 都可 熟成 熟成 熟 熟 那個話 熟成 對啦 斗橙紅茶 來你瞥看看 這是熱量最多的喔 這這樣 大概才半糖吧 超乎 大概才一百卡 熟成 阿 阿 喔 就是春紅茶 可是因為它的明星上品 斗橙紅茶 是還蠻好喝的 很像 這個好味喔 這個好味喔 你看你剛剛可以選 你看第一名 但是我覺得他講好 分數應該也是在三次分那邊 比較大分數 有味啦 剛才那個 不知道什麼話都沒有味 一分幾十分 這個你會打幾分 這個喔 這個差不多六分喔 你看這個六分耶 很高的名額 因為它的紅茶 我在喝 因為我很少在喝茶 它的紅茶不會色口 它是潤口的 順的 熱量低又被阿嬤平高分 對 才有味道 好 這一杯可以喝看看 這還算蠻甜的耶 這樣喝都是微糖飯 就是無糖這樣 那我如果去買 我都想買這個 我就是不加糖 你說你半糖 你看看半糖也是這樣 對啊 它是全糖 你每天一杯一杯 你看你吃了多少糖 阿嬤 今天你的第一名是什麼 阿嬤的第一名 黑糖 真是第一杯那個啦 很好那個 那個很好喝 這個我們評比 我們第十瓶 是阿嬤心中的第一名 你就知道 因為它熱量最高的 就是第一名 飲料真的是 我們不可或缺一種精神良食 那基本上如果是外食足的 你要不喝飲料真的很困難 很困難 對 那今天的意見喔 因為阿嬤就是想要讓它體驗看看 現在 因為阿嬤從來都沒有喝過 這樣的感覺 其實它是完全沒喝過 完全都沒有 那阿嬤就是有什麼講什麼 那它就是牙口比較不好 所以它評分的標準是有的 把它自己一套啦 那大家也不要太在意這個 那今天就是我們的影片分享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 按讚留言加分享 要記得定位 還要開啟 小粉丹 好 謝謝大家 來吃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